貢丸湯的老闆現做現賣 口感最新鮮 眼花撩亂的火鍋料 店家統統強調 是用台灣溫體豬 你們這次來豬嗎 我說沒有 這都是一綠台灣豬 然後要現的新鮮的豬 才打得起來 要讓客人吃得安心 因為1月1號之後 可能就會買到來豬製品 讓客人趁著現在 趕快多買一點 在台灣豬店是買一點的 會 我都買台灣的 要買台灣豬趁現在最安全 1月過後還得注意豬肉產地 更有店家在價格上朝前部署 豬肉快炒加入蔥和辣椒爆香 蔥爆豬肉香噴噴 高雄這一家餐廳 因為使用台灣豬提前漲價 骨香炒飯和香腸炒飯 各漲5塊錢 蔥爆豬肉一口氣漲20塊 合理的調漲個5塊10塊的話 我還能夠接受 因為我們也要支持我們台灣豬 盡量不要去吃到 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 原來業者之前 是用加拿大進口豬 一公斤成本115元 為了讓客人吃得更安心 現在改用台灣豬 一公斤成本變成150元 一公斤成本多了35塊 只好反映在菜單價格上 生鮮屠宰它真的有比較貴一點 因為我家裡也是來這邊吃 我想說用的比較安心一點 然後所以我才選用台灣豬 店家櫃台上也擺出使用台灣豬的聲明 外頭更掛上布條 萊豬議題全國持續發燒 店家做生意要禁得起客人放大檢視 成本貴一點也得咬牙漲價 不讓萊豬衝擊生意 借陳姓黃旭雲高雄報導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